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EDIF 今天我想做一些在iPad、電子手帳可以用的Template 我就會用到Illustrator這個軟件 如果你是對於怎樣用Illustrator有興趣 或者對於電子手帳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這個題目都會很適合你的 所以我就決定拍下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頻道就是關於一些手帳、藝術、攝影等等的主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有新片的時候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要開一張紙 這裏可以教你需要的尺寸 這次我們就選A4 可以直接用這個 打橫的 這裏就讓你選擇你需要用幾張紙 通常如果你擠了板紙就可以擠了幾張 這次我就用了2 這裏就要選RGB Color 因為我們這次是一個電腦看的圖像 但如果你要做印刷品的話 就一定要教CMYK 如果要做印刷品的話 記得這裏一定要教出血位 還有整圖的時候都要把所有圖拉到出血位 大致上就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按Create 通常我們進入這些軸心都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覺得一些功能好像很多 完全不知道怎樣入手 但其實通常用來用去都是其中幾個 所以這次我就會講幾個大家必須會用到的 首先就是這個Pen2 其實AI本身就是一個繪圖的軟件 它主要是給別人畫一些 無論你拉到多大 它都是不會起格仔的一些圖像 這些圖案我們通常會叫做Factor 就是這樣畫了一個圖之後 無論你拉到多大 它都是會很Smooth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更改它的顏色 這裏就會有一個顏色的圖案 你看到有兩個圖案 上面那個就是Fill的顏色 就是裡面的顏色 而外面那個就是邊框的顏色 當你選擇上面這一塊的時候 你就是在調整上面這個 當你Double Click下面這個框的時候 你就是在調整下面那個 現在我們就要調整這個Stroke 這裡就要調整做無顏色 這個形狀就已經畫好了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這些箭咀 左邊有兩個箭咀 一個黑色一個白色 黑色這個就非常簡單 就像平時一樣 你可以任意選取你想選擇的東西 然後就隨便移動 但是白色這個有什麼用呢 就是它讓你移動那些點點的 這些點點是用來構造你的圖案 所以當你要微調你的圖案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白色的箭咀去微調你的圖案 你也可以把它任意搬的 而這些掌握也可以隨意搖動 AI裡面你也可以用這個 來畫很多不同類型的圖案 只要你按住Option 你再按它就會轉換那個圖案 如果你要畫一個方形 你就可以這樣拉 拉到你想要大小為止 或者你可以這樣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讓你貼 例如我想要一個60x60的一個正方形 這樣它就會出來了 又或者你也可以自己拉正方形出來 你就可以按住Shift鍵這樣拉 Shift鍵是一個好的工具 幫我們固定一些比例 或者縮放 或者是移動的時候很有用的工具 在AI裡面你也可以隨意拉出這些文字框 只要你按一下這個格子 你就可以在這裡 開出一個一模一樣的框 有什麼用呢 就是當你 這篇文章 加設是一篇很大的文章 你只要一Place到第一個格子 它就會自己去第二個格子 而這些內容 都可以在paragraph style 轉換你想要的款式 還有另一個格子 就是塗層的概念 在這裡有一個Layer的選項 你一按出來就會看到 剛才我們所畫的所有東西 按一按它就會看到它選取了它 按另一個就會選取了另一個 現在紅色是在黃色的上面 所以其實它會遮住後面的東西 但如果你把這個紅色調到下面 黃色就會搭在它上面 今天我們主要就會畫一些 templates去放在Goodnote裡面 去做電子手像用的 我想主要都是月間 周間這些 我首先就會想做一個周間 首先我就會畫一個框 而當你移動這個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有一些線 去告訴你哪裏是至中的 上面這個位置 我想留下來寫日期和日期 下面這個就是周間的部分 我想下面這裡 是分一個小的Session 來做其他事情 而這個我會把它填滿這個顏色 它是不需要框 暫時這個就是形狀 我們剛才畫的這個框 其實是讓我們對位用的 然後我就會轉這裡 變成Line Segment 2 然後我就會畫一些直線 按住Shift 按鍵就會變成一條完全直的線 我可以這樣畫 但我也可以直接選擇這些線 然後按住Option按鍵和Shift按鍵 直接這樣拉動它們 現在我就要做7格出來 1,2,3,4,5,6,7 但我們還要多兩條 放在左右兩邊這裡 畫好之後 我們首先就選取這裡所有的直線 記得要把後面的框 剔走 然後我們就開Aline這個工具 這裡有個鍵叫Horizontal Distribute Base 它可以把不同的Object 平均排列 我們一按 它就會完全這樣排好序 後面這個框 我們就可以把它暫時收起來 好,就會暫時變成這樣 而我都想中間這裡這些線 可以分合下面這個 box 所以我就把它 duplicate 一個在下面 但是我想它可以 變成白色 它就會好像 下面這裡分隔開 應該這樣 然後我就要在上面這裡 填上星期幾 然後就選擇一個字體 再選擇一個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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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把它 再選擇一個 再選擇一個 跟著的輔助線 去移動它 好,都好位置之後 就改正的字 我現在稍微微調一下它的位置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我就想再選擇一個日期 在這裡 這個日期 就會是 一個 幾多 至幾多的一個 我再加一個 hyphen 給它 OK 然後我就想這裡 有一個框 讓它寫 那個 日子 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這裡 就會寫回 week幾 加一條線 給它 這些線我都想轉回 然後我就想做多一個 是活潑一點的 沒有這個 那麼正經的 但是呢 這些我們已經畫好了 我們可以用 的 首先呢 我們就先抓住它 或者按著 Option 然後拉過來 這次呢 我想它可以 在 沒有那麼高的位置 差不多了 上面這裡呢 我就會畫一些不規則的形狀 剛才那些形狀呢 就可以開出來 我們暫時呢 把它們放出去外面 都不要緊的 你可以把它隨意這樣 放在一些位置 你可以調整這個形狀 中間這塊 我就想讓它可以寫一下字 就是寫日期的 我另外呢 都想再做多一個 是 有Pattern在裡面的 那怎麼做這些Pattern呢 就是呢 首先呢 你就畫了一條線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就把這條線 呢 都會站它 一樣呢 按住Shift 和 Option 這樣拉 要按了Option 才可以再按Shift 不過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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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又想去闊少少的 然後呢 就按這個 然後呢 它就會呢 自己排列 對的 然後呢 你還可以呢 縮到呢 你想要的 樣子 那我這個就OK了 看到這些位置有點凸出來 那如果你想 看得好一點 現在那個狀況 是怎樣的呢 你就可以 畫一個 一樣大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把所有東西 選擇 然後呢 你就按 Clipping Mask 然後呢 它就會收集到 那裡 裡面的了 那如果你想再 修剪一下 你就要首先 Double Kick一層 那你就會 下了一層 然後呢 你才可以選出到 裡面的東西 那現在呢 大致上呢 就是 這樣 那大致上面呢 就是這樣了 那如果你有其他關於 AI使用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 我做好了那些 的Template之後呢 就會把它 inport 進去Goodlook 裡面呢 去做電子手像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 怎樣去做電子手像呢 就可以看回我另外一條片 之後呢 我都會再拍一些片 去關於 怎樣去做一些 Stickers 或者怎樣去裝飾 我的電子手像的 那如果你是有興趣呢 就記得 Follow我這個頻道了 還有還有呢 記得去Follow我的IG 那我IG裡面呢 就會update一些 我平常的一些感想 或者是我的手像的 那有些朋友呢 都會在IG上 PM我和我聊聊天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